好 而对于很多小市民的困扰来讲呢 这个最大的噩梦就是政府单位很多的这个局处呢 标示不实 这位民众他想办理的是健保的退保 那么我们知道健保局在台北车站附近 那么他也不知道在哪里出门前呢 所以他看过仔细这个健保局的网页 上面写着他们有三个办事处 那么第一个办事处呢就是写健保咨询 他要办理的是退保 所以呢他就往这个地址去 但是没想到去了之后发现不是这里 这只是一般的办公大楼 那到底在哪里呢 原来在第二办公大楼 他又跑到了第二办公大楼 但网页上写着却是联合服务中心 这到底什么意思 让这个民众满头雾水 他认为这应该也算是另外一种 标示不实 感觉要退健保但怎么样都找不到健保大楼 林小姐好急就怕错过办公时间 出门前才查过网页 没想到还是赤毛 等一下你出去往公共路只找 然后等跑一天就过来这里 健保大楼 警官拿出自制地图指点迷津 因为真的太多人想要加退健保找不到 网站上健保局一共有三个办事处 第一办事处写着健保咨询 第二办事处负责联合业务 不知情的民众看到健保办理自言 第一念头就往那里跑 但其实他只是健保局办公大楼 因为他上面有写健保咨询 所以我想说去那边也许可以办到 可以顺利完成我要办的事情 可是后来发现不是 其实两个办公大楼相距只有150公尺左右 但地图标示不清 还有三个办公室 不在健保局上班的可能都不知道哪些业务要在哪里办 来一趟健保局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 现在天气很热 就会觉得满身大汗 相信一般民众对于联合服务中心 可能会理解它是服务柜台 但是对于不太清楚的民众的话 可能这个部分我们就来加强 听到民众抱怨 健保局才赶紧修正网页 但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民众迷入了 公家单位的应变速度 还是稍微显慢了点 中文字幕华明君 在台北台北杉文报道